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苗栗明先手对广东碧谷园队的一盘精彩队局 队局的双方是苗栗明对阵郑伟统 他们两个队应该说实力上来看肯定还是广东队占一些优势 但是苗栗明却发挥神勇战胜了郑伟统 但是前日子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吕欣老师把柳伟统赢了 都是那场发生的对局 在半决赛这个阶段 所以说最终这盘棋到作为广东乐队来讲 郑伟统虽然失守 但是总体还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许文川老师也是赢了孙浩宇大师 所以也让他们进入了决赛 但就这一盘棋而言 双方吓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可圈可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对局的过程 红方 红方是中炮开局 大头炮 黑帮马八进七 红方是冰三进一 苗栗明反正 这个外号叫小神仙 这个有的时候发挥的一般般 有的时候发挥的挺神的 是 反正这个大份 就是说这个冠军级的特大 他也赢了不少 就是说他的棋 确实是还有他的内涵 对 怎么说呢 这个确实象甲当中 胡老师说象甲无弱旅 特别是这些酒精沙场的选手们 都有点自己的东西 也都不可小觑 然后红方先走 这时候先跑把瓶器 这个 我们最早写的那套书 布局骗招与对策 对 我和严老师 严文心老师 把它定义为 是骗招 这个直接就 对 我记得您写 说过这个布局 但是这招棋呢 就是时至今日呢 就是说他骗呢 就是他能说得回来 对 就是黑方你都应对了呢 他也能再走回呢 比较正轨的这个棋 原来呢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招法呢 都是走世俗进武 然后红方马发进九 黑方再把他进来 那么通过实战呢 应该说这种走法也没有问题 我个人也跟苗立明下了一盘 这个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苗立明呢 这个对阵郑维彤呢 他呢 可能从心态上来讲呢 他也是 不是说跟 像有一些 比较俗气的选手 哎呀碰着郑维彤了 郑维彤最近太厉害了 我很害怕 我抱着邱和 是 他没有 这个作为棋手来讲 确实应该讲究 自己的这种气节啊 你得 作为棋手 你得 敢于拼杀呀 就是说 当然我拼的过程 我有稳一点的 我有凶一点的 这个都没关系 我们都可以理解 特别是很多年轻人 哎呀 碰着高手就抱脑地去喝 这个风气确实不能助长 是 确实是 这个混人不变 其实这泡巴拼机也是 苗大师很擅长的一路走法 他喜欢这么走 对 然后呢 黑方走 对 十四近五是老招 对 然后 郑维彤呢 他呢 还与众不同 就是他呢 有时候不接受这些 常见的走法 他有时候也要创新 对 那所以说跟苗立明碰上呢 就往往容易擦出火花来 对 这苗立明可能跟一普通的大师走啊 大家一般都是十四近五 对 人家走得堂堂正正 他也不一定占了便宜 反正 但是他 这点呢 我可以值得肯定 就是他也不会跟你被和谱 他一定跟你揪着走 但赢不了 他该和他也不会乱走 那这个郑维彤呢 就走飞向 他是向参技舞 对 所以说郑维彤呢 这个硬法呢 又是与众不同 他就故意让你拱 对 他是这么一个变化 还是有所深入的研究 对吧 而且这个棋呢 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 是 这招棋呢 现在来看呢 应该是中性 不是特别好 也不是特别坏 就是这个逻辑 那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呢 郑维彤虽然说是 被苗立明杀掉了 但也并不说向参技舞 这招棋就不行 我们必须要客观公正呢 来看这些招法 是否进得住考验 还是否合理 他补向的也行 对 他就是说 相对来讲呢 没有知识呢 更加结实 我认为 对 因为不给洪方冲击兵的机会 这时候他的确是 那洪方必须得冲击兵 你这时候要马发进行 你就坏了 你就上纳了 这时候跳马 那是马他这样 你这就坏了 等于黑方足迹一不用攻 那就是三兵 编马五七炮的气 不一样 这边兵可以不用 以后不攻 就是等于洪方先马八进九 人向三进五 你啪啪平 人马三进二 黑方反先 对 这个棋等于黑方足迹进一 不用招职走了 他以后可以十字进五 但这个棋呢 也不是绝对反先 就是黑方呢 这是属于正常的一个变化 黑方十字进五 可能洪方拘九进一吧 就是另外一路变化 对 那这个棋呢 就是说洪方没有这么走 他也是希望呢 有一些挑战性 他走兵机 对 冲兵 嗯 黑方呢 他是走 黑方直接就十字进五 补一种 这是改进 对 这个时候 这个郑维彤呢 是在这个局部上呢 给予改进 因为呢 原来的棋呢 比较粗放一些 还记得就是说 可以 是否马三进二 跳上来 对 原来都是马三进二 然后洪方一兵机一鼓 一吃 一飞掉 然后洪方一拒二进五 一捉 逼他飞一个高相 对 然后洪方一马三进四 那个李来群呢 杀了一个那个 不是特别有名的棋 这么一样 比较经典 但是也是一个教科书 对 他拒二进五一展 然后马三进四一扑 他一拱旗 马三进三往里炫 对 然后后来登中相 黑方这个两个高相啊 就是有一个问题 那个棋就说的 李来群当时很有创造力 就说 他当然力量也大 这个再有创造力 没有力量 也是 没有 他就 强行马四进三跳 是不是 就是反正我记得 是什么地方 怎么 马登双向就登了 就 就七向 把对方干掉了 对 反正是类似这么一个思路 这个 时间过得太多 我也没有专门去查这个资料 反正总之 这个相飞起来呢 还是有点尴尬 洪方或者 稳健 后来我们说G206 洪方也能够略用 对 主要这个俩相 高相以后 这个阿鲁玛很尴尬 高相 那肯定他不舒服 高相把自己都别住了 所以说周围图呢 这个地方呢 他有一个改革 对 他不是 他在一股呢 他高相呢 把它飞掉 对 这个棋呢 就是从这个 整体上来看的 就是黑方毕竟 还是飞了个高相 对 还是呢 有一点尴尬 对 黑方 有一点小毛病 是 但是呢 张维图他是这样 他呢 也知道这个棋不见得准占优 对 但是呢 他呢要力求 求心 求心呢 他认为自己的实力比较强 在后半局呢 还能与对方呢 有这个纠缠 甚至取胜的机会 对 而且这个新招也让对方有一定的压力 现在是这种状态 就张维图呢 碰一般的大师啊 他的心态呢 就是他有时候后手啊 他和其他都不愿意 所以在这种心态上呢 他是走出这儿的棋 对 所以他这个棋呢 并不是迎人的招 而是他求变的招 这个我们就要客观的来看 这个并不是说他 推真诸心 我走出一招棋 很有震撼力 对以往的思维 打破这种关键 而且很有生命力 他不是 这个棋 我估计没人学 这个这么走 飞个高向 这个慢了八几的 但是他就是临场呢 或者说他事前呢 做了一些准备 他是求变的走法 这个我们对棋手 这种兴趣要理解 然后洪芳呢 这个时候呢 苗立明呢 他抛弃退役 对 他也临 很连活激动的去 针对性的求变 这个呢 也是局部上的一个好手 就是通过这个调整呢 可以把自己的阵型呢 走得比较协调 跳边马 正好马二进行一个风路 跳边马 对 你的意思呢 就不是特别大了 对 黑方这时候正好就 鞠一平四 对 鞠亮出来了 嗯 他这样子 这个鞠出得也很快 对 虎方调整马 去打相 反正这个棋呢 黑方也得看着挺忙到的 马八进七 因为这个进去桌马 他居住进二 你白走 你居住桌怕他打相 所以黑方强行马三进二 这个走法也是很不错 正好打不了相 打他居住 打像这个居四平三 四平三 你进去把他送鸡都一吃 这飞机像 这其实我们给大家摆一下吧 对 因为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就说的不见得 正好如果你 能跟我们节奏这么快 打相的话 他有个居四平三 对 他呢 这个相呢 他是故意引用你吃 但是作为职业骑手呢 这个地方他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你正好马胖呢 在同一条线上 对 这个胖走不了 对 你进居宝 这个呢 居力显地 对 这个黑方正好有一个强行阻断 你一飞 对方 像七净 对方再飞向 你这儿就丢子了 对 你居三平六 他还可以马上进三 这个灯的居 这个炮肯定是要丢了 对 所以得不偿失 这个骑就 马上就败了 败居一定了 不是得不偿失的问题 是 所以这个骑炮不能打相 这个也是郑维同研究的心得 你炮不能打相 我就是问题不大 但是苗立明呢 这个走的也是不错 就说 既然我不能打 我将来苗转的打 对 他也是把中炮先插 苗立明他 我估计对郑维同是什么心态的 嗯 我布局上呢 给你布一个阵 对 如果占不到便宜 我就先求稳 我先立于不败 当然苗立明这个实力 现在来看 跟郑维同他还不是一个层级的 对 这个郑维同 王天一 赵欣欣 这三五个人可能 包括徐川正在那儿也不错 对 蒋川啊 这五六个人可能 这文童这几年也是进步很大 这我刚才说的这个六到八个人可能是属于超一六阵营的 对 那个热恶比赛都是这几个人靠前 然后呢这个苗立明呢可能是得再往后边十名以后的这个选手 但是他也不错 就是说他偶尔呢他发挥的也是挺神的 他今年的联赛呢 这个季后赛也下得很不错 对 他联赛 对 前面一段下得不好 对 季后赛下得很神勇 他赢了这个上海的孙永征特异大师 对 他赢了孙永征 赢了这个郑维同 对 也是帮助他们这个四川队 对 这个棋呢 正常来看呢 就是黑方应该把象的圆回去 对 阵型呢也较为功能 但是红方呢 通过补象或者居二经六 当然居二经六现在也没人被他跟他博士 博士在博士或补个象吧 对 就是说这个棋呢 总体上来看呢 就是双方呢 这个各有千秋 这个 是不是还是红方稍好一点 对 也可以说红方略好一点 对 黑方这个七路马应该是 应该是比较弱的 有一个弱点在这里 将来也不太要紧 是 因为他九路居网嘛 对 关系不是很大 就这个棋比较正常 那郑维同呢 对 他就是在这种想求变的思维下呢 他就不回向了 他就也走得很快 他就平方打 就直接帕尔平三 他是不是希望红方补象 补象 他是不是有一个炮八镜五 这么一个偷招 对 就是说很正常的补象 对 一看就正好补象 这炮八镜五一点 弄得红得很难受 对 吃完了以后 他炮三镜五一打 打那一串 对 你不管怎么交换 这个炮三镜五一打 这个 都有丢死的危险 这个很麻烦 所以说这郑维同呢 他有 他想 引伏着这么一个 手段 当然这个棋 给苗立明呢 是 他是不会上这个当 对 他当时走了一个G9接二 也是很老练 只要G看住这个 这种棋 苗立明是不会上当的 那他 这个棋就 有点尴尬了 你如果退向吧 跟刚才的意义 不一样 对 这个患自以后 这怎么还往回退 对 退完G2接二一压 肯定红方占优 对 那飞向的话 是不是也 飞向也太尴尬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欺乎难下 那么郑维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说他一再求变的情况下 怎么办呢 好 那稍后呢 我们再继续给大家介绍 这个精彩的对局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各位稀友 欢迎您继续回来 那么这个难题呢 郑维同呢 可能临场当中呢 他可能也有一定的设计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走的 他就走了一个居四进八 气象 直接 气象呢 红方没有不打象的道理 对 只能这个 对 那顺身催促 先把象揍了再说 然后突然呢 黑方走了一个足七进一 这招棋 像一个这个飘忽的剑客似的 走的是 有几分飘逸 当然黑方还有巨子瓶器 巨子瓶器是巨二进二 就先把这个鞠关底下了 鞠子瓶器不行 他从这个突破呢 这个点呢 这构思还是挺巧的 对 他想来一个退鞠 捉刷 那这个棋红方 当然不让 只能先拱了 对 正好有一个退鞠 捉炮 捉冰 对 这个棋呢 倒是 有变化了 对 这感觉 第一感觉 赶紧把炮退一步 先吃个象 那这方呢 他是这么一吃 这个 郑维同呢 他是怎么设计的呢 他不是设计的 跟你求和 跟你平稳 他是设计的 让你 也难受 浸泡有个串打 对 像三进五 飞一个 你飞哪个像 他都硬把你打掉 对 打了以后 又打那个鞠 这边还登这个鞠 对 这个棋呢 这有个巧妙的 一个战手段 对这个苗立明来讲 苗立明肯定 不会上这个档 苗立明就善于 走这样的招 对 对 苗立明这种招 看得快着呢 有一个打相 对 那只能鞠二进九 叫换 对 这个鞠是没有根啊 对 你吃了这个鞠 人家泡五平一再打 这好有个泡五平一再打 那坏了 这个打着两个字呢 这还射鞠 还得推这个鞠 这个棋太尴尬了 这个红的叫什么棋 这个走了半天 先吃一个像 后来丢回来 第二退棋回来 那可以泡一尖二 还可以下个底泡 对 我就打掉你 把你拉住 你就红的什么也不是了 对吧 对 所以这个 对 原来这个看着很简单的 其实暗藏杀机 所以说 郑威同不会轻易给你一个像 对 给个像 我就想抛退一 所以郑威同呢 他这个招啊 他是隐藏着杀机的 那么苗里银呢 偏偏呢 这个他的气感也是不错的 是 这个临场呢 我也正好在旁边看 因为我们都半决赛 我们都在一起 是 这个呢 就是 当然我们不能走到那个 面前去看 就是看苗里银那个表情啊 他还是挺来劲的 就是说他 走到他是很投入的 对 经过计算啊 就是 苗里银这个棋手 他也很有特色 对 他就是越是大战 越是对这个强的这个对手的时候 他反而发挥的比较出色 他有的时候 这个不经意的那个场次啊 碰个什么那个边远地区的 那个不是特别厉害的队伍 他有时候到阴沟里翻船 他这个人的个性呢 作为骑手的要求来说 还是有缺陷的 但是他骑的还是有性内容的 对 我们要一分为二来看 这个气质就很精彩 这个做法 对 郑威同压力很大 对 那郑威同只能先吃炮了 这个已经没有选择了啊 然后红方一拱 这个逃炮呢 郑威同又不肯 对 逃炮被红方向一捕 就少一个向 少向少兵 那还要后抓 这个 压力很大 忍无可忍 先吃一个子 吃一个子 那红方苗立明呢 本来也有马三金斯的可能 对 跳马还有登中兵啊 但是苗立明呢 就力求简洁 苗立明啊 他这个 还是掌握的这个火 还是不错的 就是他 他当时可能也觉得 这个棋并不是就盛世 但知道他 但他呢 可能有一种自信判断的 就这个棋呢 我基本是不会吃亏 对 而且呢 还有一定的净恶可能 对 然后他呢 保证在自己 城门不失的情况下呢 再跟对方呢 较量一下 这棋 黑方多个子 但是这个 八路居很差 对啊 他位置不好 对 这个也只能炮七退三 对 先回来 他也没有办法 对 因为人家兵一吃狙 狙还得回去 对 洪方 这个顿座走得很必要啊 这个炮四平一 先把他这个炮 打单瘦了 炮七平九 对 这个 这个棋呢 就是说洪方还有什么走法 就是冲到底线去 那他不是 巨头将 巨头在拱下 将来再撞个室 就是一个兵啊 至少会换两个像 一个室 对 那少一个子 也不是说 这不实际啊 洪方主要是配置厉害 他双居在 还有一个炮 洪方也肯定是 要好一点 领域不败 对 但是那个棋 也可能不好赢 就说他赢的机会 要小 然后呢 这会儿苗立明呢 就是 既然我这么走了 我就不让你居出来 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办法 居二进漆 对 这个棋 黑方 这个鸡炮动不了 这边鸡马好像也没什么太好的位置 对 这个地方啊 郑维彤可能是早就脱离他的研究了 对 这是终局阶段了 然后呢 这个 郑维彤呢就是 这个地方呢下得过于保守了 他这个鸡炮那个怎么调整 好像也没办法 这个暂时是动不了了 因为你这么对鸡 肯定吃亏 那丢子了呀 你把这个大子丢回去了 少像 这个残局肯定不好 对 这个棋呢 吃相呢 可能又暂时又不敢 吃相 他鸡二推二以后 还是能把子吃回来 对 他最快 鸡二推二 鸡二平就吃回来了 对 鸡二平一吃饱 所以这个鸡只能保留 这个这条线 他就应该走鸡 三平五 就先打通中路 那红方 比如说红方 是不是得补一手势 那我就马上进四吧 马上进四就跳 就往里跳吧 将来什么马四进六 马上退七去咬那个炮去呗 对 就是那个九路鸡 见机会再出 他现在出不来嘛 我只能 对 将来只能 我出不来的情况下 我只能等待机会 是 那这个鸡三平五呢 应该是比较好的招式棋 就是说这个棋呢 发展下去呢 黑方呢 还是很多 这个周轩的机会 但是这个郑维彤呢 这个太想 把这九路鸡出来了 嗯 他呢走了个拒三推二 对 结果呢 就是 错失了防守腰道 反正这个条线很重要 对 这个防守腰道 让开了以后 反而受制于敌 五方拒二推二一卡 嗯 那黑方只能马上 就马上进三 动局 马上进四 这拒二平一也是 这个丢炮 嗯 马上进三 他拒九平一就拉住 这个时候呢 张维彤呢达到了 基本的目的 拒九尖二出来了 对 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 红方暂时还是少一个子 对 当然说一步 我就能吃回来 那就合了 那就赢不了 这个残局的 对 就是说这一卡 这一拱 这一打 一个交换 这个棋子呢 就基本合了 他可能不会吃 吃还 吃也要合 他一捉这个 他还可以退马 马上退四 这个也基本上合棋 这个 红方这个不好谋兵啊 对 所以这个残局应该要合 或者说吃了泡 聚与八 再拉住你 可能也要合 对 就是这个棋 应该是合适啊 但这个棋呢 那这个苗立民呢 他就觉得有机会 他就不干 对 他呢就选了一个 向其进武 但是这个招飞向呢 却是一个小漏招 飞向 对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最厉害的招法 就是走泡运营二 这个临场呢 是有难度的 这样 下部准备兵一进一 对 我用兵把你泡 靠死 你也逃不掉 下围棋似的 我把你捉死 是 把你提掉 对 这个棋呢 黑方就头疼了 这也没有 就是防止 黑方这对击 红方肯定占有了 对 红方 过后兵保住了 把你泡肯定捉死了 对 然后你这个将来 最多就是患子 对 那飞向什么 毛病 为什么说是一个小漏呢 这张维彤也没抓住 所以说这招 这盘棋呢 张维彤呢 输的呢 也确实是 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是 那个巨端推二走的 就有毛病 第二个 这个地方 马三进五 最后一个好的 追平板平的机会呢 有措施了 对 这个棋 为什么 这个马三进五 就这么一个瞬间呢 这个马一登呢 就逃脱了 因为你现在不能拘吃我 拘吃我 马五进去一江 我再吃 你已经还输了 那他只能居七平五 对 只能居凭我吃 现在你也少一下嘛 然后我赶快来对居 这个 也只能这个 对掉 或者 你对掉 你看 你对掉我吃掉你 我还有套你死居子气 我还吃着冰 我还能泡到家 对 那你厉害的 居五平二 就平二 那我就对了你 对了你 这个炮啊 不一样了 我没有这个居的负担 我炮是活炮 这样一人少 一个像 对 一人少一个像 就说呢 红方当然兵过河了 肯定还是红方优势一点 对 但是这个棋想赢啊 就难度很大了 因为黑方怎是活了 红方也有顾忌 对 少相还是 所以说黑方这个马三进五呢 是恰到好处的一个解脱的机会 嗯 这棋尽管稍亏一点 红方要想取胜啊 这个难度是太大 所以 但是这也是 对 实战也是没有想到的 对 他这个当时可能时间也吃紧 压力也大 然后他就没想到这个 他也就直接这个G9平八对击 这样呢 这个相比的 红方就接受了 对 我就高兴就接受了 红方的这个阵型很稳固 没有这个后顾之忧 这个其实最主要是黑方 是残像 对 这样就不肯治病 是因为他怕他怕一进二啊 对 还是少 或者怕一平五啊 他都很难合 对 他合不干净 总归是少相以后要少兵 他结果走的是打 这个棋更坏 对 这样他僵 红方呢 等于先手把这个过兵留住了 对 还不如先把这个过兵吃了再说呢 是 可能更顽强一些 对 红方这一僵 对 他十六进五 等于红方利用先手僵啊 他这个先手僵也很好 苗立明这个残局啊 确实还是不错的 对 他是比较过硬的啊 他只能知识啊 红方这个兵呢 向你靠 现在这个 对 兵呢不用太多 一个就要命 对 尤其少相啊 这个有炮有冰 他这个不是他到位了 对 你有少相有中炮 对 黑方呢 就必须得把他赶走 不然这冰三平四太厉害了 不能大到万新啊 对 把我平八准备下底炮 这个也盯不住 根本来不及吃冰 然后菊八平二过来再捉一下 对 红方呢在 这个炮八平七 嗯 炮八平七呢 就是准备将来这个七路鞠 移动的时候呢 这个有闷弓 对 这个手 这个棋 他也就炮七平一 炮九平一 炮九平一 把这冰打掉 红方这个时候 他就把中兵呢吃到手 对 正好菊七推死 这个七路炮很厉害 就是严格义来讲 就是狙炮兵 对狙炮单约相 只要形成攻势 这个兵 卡到位置了 那都守不住 就是少一个象 就差距这么大 对少一个象使不住 狙马兵能守 狙马兵的进攻 如果这个炮换成马 还是有防守的机会 对 就是狙马兵 对狙炮单约相 攻击力呢 稍弱 对 因为瘸相怕炮 对 炮啊 长腿兵器 是 它动作太快 嗯 这个也是向前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它 每个兵种啊 它很有特色 它的配备就不一样 对 没办法 它就只好落了一个势 不是正好带姜 这个吃兵 那黑方又只能在 飞向 你要飞不住 它一架中炮 就把你象去掉了 对 正好一个 炮七瓶三 这个苗立明呢 就是说在 紧张的时间内呢 它运用的还是不错的 像七进九 因为你捉的话 它冰三瓶四 对 冰卡到位 靠得太近 它也走了一个炮三瓶二 它再晃你 对 假如你鞠过来 它时间落了一个像 就说如果鞠过 它就放当头炮 对 对 然后它就是回的像 对 然后它下底炮 下底炮 这个鞠炮兵 还是太厉害了 它一捉它 捉 然后炮二瓶一 对 然后又捉了一手 又捉 然后炮一瓶二 它再回来 然后它鞠久退一 它这么捉 然后它这么走 走的还是挺顽强的 然后它炮一瓶二 炮一瓶二 然后洪方看这个二楼炮呢 这底炮不行 我还再绕回来吧 对 还是挺好 它就退二楼炮了 它正好一僵 主要这个炮赶到 这个出降也不行 这一僵一带炮丢死了 只能十五斤四支起来 正好炮五瓶一又一打 又一打 对 这苗栗明这打得挺来劲 对 它只能向七敬九 这个炮打的 就说这个 对 向七敬九 这个字有时候还是不灵火 然后聚三敬一 然后十六敬五 它这个棋呢 就是洪方啊 又一僵 这兵太近了 十五斤六 它也就是忙里偷闲 补了一首试 然后它就出降 出降 其实这个棋洪方 冰三冰四送兵 这样就丢子了 对 冰三冰四也可以 送一将 这样它拘吃兵一将 那最终呢 就是说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不给大家讲了 它拘一吃兵 它拘点两将把炮吃了 拘爆兵呢 最终取上了 是 那么这番棋的 应该说苗志明发挥的 也非常出色 当然郑维彤呢 也有几个失误 对 最终的结果呢 是洪方呢 取得了胜利 那好 时间呢 也差不多了 还要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今天收看了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大家呢 继续关注我们 象棋的比赛和象棋的节目 好 谢谢大家 朋友们再见 好